福德与智慧其修 束乎中道 严明共慈悲相应 可谓增胜 这是应讯导师 对福岩佛学院的期许 来自印尼棉兰的法龙法师 三年前在马来西亚出家 现在是福岩佛学院 大次的学生 正在学习的是范语 我的师父呢 因为他本身也是福岩的学生 所以他也是送我们两个徒弟 也是过来这里读书 他说佛建立僧团的一个终极目标 是要让正法久住 因为正法久住世界 是这个世界才能够善法增长 为了让善法久住 佛法广传 福岩佛学院新任院长长词法师 特别开设网络直播 但是还有更多的海外学子 进入福岩佛学院 研读大学或研究所课程 你那边它主要是以南传佛教为主 大圣佛教也是有 但是它只是现在诵经啊 礼佛啊 但是对法义 意理这方面就比较弱 所以当初我为什么选择来福岩 因为福岩这边就比较注重法义上的学习 香港从以前就五六十年代开始 都有办一些佛学院 但是可能就办个一两届 两三届以后就没办法继续办下去 所以以我所知道的 绝大部分在香港出家的法师 他们其实都是到台湾这边来念书 得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哪一国 得哪一国是最难的 出国 出国是最难的 在大二的班上 也有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学生 渡海来台接受正统的森切教育 除了听经文法之外 学生们也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经论 做有系统的整理与报告 老师当年他写一些著作的时候 已经开展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词题出来 然后在这边的老师 他可能当年也是亲近导师而学习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详细 而且正确的一个解读 老师本身他在研究这个佛法的时候 他并不与总派这个立场 去判比佛法的思想 什么是有 什么是烈 我觉得这个自学的态度 是让我本身相当受益的 创办于1953年 佛颜佛事院已经有65年历史 创办人应认导师的理念是 要建立修学次第完整的森切教育 在学制上 透过大学四年 广泛学习佛教不同宗派的要义 认识整体佛教 而研究所三年则是进一步深入学习 各修行体系的经论融合贯通 先得要 广泛的学习得要 然后再以自己的一个兴趣去深入 最后对各种法门的彼此的差异性 能够贯通跟抉择 基本上是这样 每一位出家人都担负着 让这个世界更和乐的责任 因此 佛颜佛事院也非常重视 僧团的健全性 导师的书也谈到 健全的僧团它有三个内在的特质 它分别是和和 安乐 跟清静 透过六和静 学生们必须学习和和互协 安乐身心 静静修行 互相勉励 忏悔清静 这样才能建立健全的僧团 除了读师之外 也要学习到怎么去进大辽 就是要怎么去学习煮菜 各种生活的适应 在这方面真的体验到 为佛教 为忠贞 新任院长长子法师 也是抚颜佛学院第二届的毕业生 2012年在澳洲许黎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 未来将致力于三切教育 与居士教育的串联 让更多对佛法有兴趣的人 能通过学习 结合修行与生活 打造更和谐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